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集要讲讲北京夏指准备打香港的地产商 之后,昨天恒新指数急射了821点 而同一时间,美股竟然同时大跌 导致一度跌超过88点 纳斯特克跌超过3% 而出片这一刻,美股仍未收市 今天会跌多少呢? 有没有机会反弹呢?现在未知 在进入这个正式议题之前 这次不是呼吁大家支持和理汉天下 而是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 特别是那些身在海外的网友 今年中秋,大家不可以和以往的亲人和好朋友一起赏约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适应外国的生活 闯出一个新天地 好了,言归正传 上个星期五,香港股市收市之后 就传出了北京夏盛指 要那些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 解决香港房屋问题 又说现在游戏规则改了 以后不准垄断 还有,日后这些公司发展 要以北京的利益为先 还暗示香港的地产商要奉上土地储备 和准备捐身家 这件事经过星期六日的发酵 多个地产商物认了,确有其事 昨天星期一,股市一开始 恒指就开始急射 一度跌超过1000点 后来就回升了 收市的时候恒指就跌了821点 除了地产股之外 多只股票都是跌的 但是以地产股跌得最金的 恒基新世界跌超过10% 而新鸿基加里顺智祥识各跌 大概8%左右 今天是22日 是中秋的正日 究竟股市会怎样呢? 现在实在很难预计 其实昨天星期一 那个跌市是很多人意料之内的 但是跌到821点 很多人都预料不到 结果收市就报24点 这个跌幅实在比预期中是厉害的 我自己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 就是为什么北京下指这单消息 星期五港股收市之后才出街呢? 然后累积了两天就被市场发酵 会不会有人早着先机 计到这件事的威力 其实他们已经先赚了一笔呢? 这一点相信是永远无法证实的 永远都是我们猜股的 另外北京下指这单新闻 亚洲都广泛报道的 台湾马来西亚都有引述这件事 台湾很多时事评论的人 就将它和恒大面临倒闭 澳门收紧倒牌 和香港地产商抹路 这三件事综合讨论 当然结论都是看淡港股的未来的 而事实上他们的分析也有道理的 近年很多由美国转回香港上市的科网企业 在这两个月里 跌到真的妈妈都不认得 而阿里巴巴为例 309元跌到现在149元 没了刚刚一半 就连一直稳稳阵阵的小米都跌势 越来越明显的 原本这些美国回流的巨企 是港股的大明星 他们是大卡士 现在全部变成了票房毒药 单单看这件事 港股已经等于断了一脚了 加上现在北京又下指 要打香港的地产商 连港股的支柱 现在都被人重拳打下去 所以香港股市长远的前景 确是令人担心的 好了 我们又将范围收拆 看看地产股会怎样 如果地产股会塌 会是大塌 还是中塌 当然有可能不塌 好了 今天的地产股跌8-10% 摩根大通很快出了一个评估报告 他们推算在不同的情况下 地产股会跌成怎样 摩根大通假设不同的scenario 第一个情景是怎样 就是地产商免费捐赠所有的农地 又加上未来开发的项目的贴现现金流价值是零 如果用最粗疏的形容词去形容 就是以后发展项目没有钱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令到地产股的资产值会怎样呢 当然大减 会减成怎样呢 他们计算这条数 情况是这样的 农地大户恒基将会跌37% 新地顺治跌20% 长实新世界跌7-9% 摩根大通就表示 这个情况的假设 是地产商无条件地捐出农地 又或者政府直接收回农地 另外还要地产商用成本价帮政府建屋 好了 如果不计捐地 只计用成本价帮政府建屋 这个情况 那条数又怎样计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各大地产商平均的资产值就会折扬 即是不见了14-16% 但也有个别地产商的折扬 会去到四成的 不过摩根大通的报告就指出 他说这么极端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的 收回农地和捐出农地 这两个部分可能还会有些现金收回来的 例如可能会用回地政总署公布的农地收购价 去收回农地也不定 而建楼方面 可能都会给地产商有些些合理利润 因为工程确实存在风险 你一元都不给人家赚 在技术上其实也有困难 另外地产商也可以因为建多了楼 得到更多租务上的机会也不定 不过这个当然要政府肯放手给他们赚才行 摩根大通的报告就认为 未来发展房地产这边 将会成为一个机会主义来的 是高风险的投资利润又低 所以地产商肯定不会积极去做的 几乎是放弃的 很可能就会多些发展租务方面的业务 另外摩根士丹利和美银都不看好地产股 我们又怎样看呢? 我同意北京是不会一元都不赔地 叫地产商上缴所有的农地 也不会一元都不给他们赚 叫地产商协助建屋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不是因为北京爱着地产商 不是呀!北京仍然要打他们 而是地产商捐地 加上再帮政府建屋 他们固然有损失 政府建屋 市民有得安居 市民当然有得益 政府做到事 民望又提升 但是这样 除此之外 没有另一些party是有利益有好处的 是不是? 相反 如果用库房的钱收购那些农地 地产商收便宜些 帮政府建屋 这样的情况之下 地产商还有少少赚 地产商赚了少少 都叫做有得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以大条道理地 捉他们捐身家 当他们的身家捐入一些发展基金里面 那跟发展基金有关的party 那才得益 是不是? 那才叫做相赢 所以结论是 摩根大通分析的最极端情况 应该不会出现 但是不代表地产商个人有好日子过 击地产商这个政策仍然是不会变的 所以日后地产股恐怕要用公用股的态度去看 那就可能比较现实些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 现在香港的地产商的资本是充足的 甚至可以说是资本过剩 好了 不起楼了 不积极去起楼 那他们又会怎样呢? 自不然要在起楼以外的投资那里做多些 那以往起楼是稳妇的 现在就被逼要尝试多些新的生意了 而你尝试新的生意的话 其实早期很难赚钱的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情况 所以短期之内 地产商的业务绝对不可以看好 但当然如果长远来说 或者中长期 他们幸运的话 运气好 可能发展到其他项目 这个就不知道了 另外最后来到这里 讲一讲美股了 在我们录音这个时间 是美国时间下午3点 道指已经跌了98点 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3.3% 标指跌了122点 美国的财长耶伦再次呼吁国会 希望国会提高或者暂停债务的上限 否则联邦政府将会在10月耗尽资金 而无法支付账单 到时就会出现广泛的经济灾难 现在的情况 连欧洲股市都大跌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接下来中秋节正日开市 港股会变成怎样呢? 所以说是难以预计 就是这个原因 来到这里 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还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后面 请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